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被蹭还要被骂 否认出演比一波的作品还多 之前王一博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连续完成了多部电影的拍摄 大家也能够看到他对于入行电影圈的决心 前一段时间他主演的《无名上映》 整体的票房数据都还不错 但也伴随着很多争议 王一博并没有因此驻足太久 目前正在剧组拍摄新剧 王一博主演的很多作品都是团队精挑细选的剧本 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出 自从2019年走红之后 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 但王一博主演的作品并不算太多 作品少并不代表他不够红 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对剧本有更加严格要求的人 以他的热度和流量来看 想要与他合作的剧本一定不会少 但实际上真正适合的不会太多 在选剧本的时候 首先要看制作班底 其次也要看剧本的整体质量 还要看角色是否与演员本身契合 王一博并不是一位急于求成的艺人 他也并不在意作品数量有多少 但却有一些黑粉和网传消息替他着急 前不久有网传消息 称王一博将合作刘亦菲 同大为 万希 从网传的名单上能够看到 王一博已经排到了第四位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是四番的位置 随后相关的消息被不断带节奏 引发全网的嘲讽 现阶段王一博的热度和流量确实更高一些 而且也被称为是公认的顶流艺人 在番位的问题上自然是也有一定要求 他粉丝们还是比较理智的 首先这只是网传消息 大家无法判断真假 其次粉丝们的态度也是非常谦卑的 相比较另外三位艺人 王一博出道的时间确实要短一些 而且演艺精力也要更少一些 自然也不会出现争翻的问题 目前王一博方已经否认了这一则网传消息 有粉丝统计了王一博这一段时间被网传的作品 从统计中能够看出 王一博被网传且否认的作品 要比他已经和大家见面的作品还要多 王一博是行走的流量 这一点已经是有目共睹的 很多作品想要通过他是谁 或者是博取一定的关注度 这些大家也是能够理解 一般情况下粉丝们也不会在意 毕竟大部分的网传消息都是假的 让大家无法接受的是 王一博作为行走的流量 要被蹭热度还要被骂 王一博这几年已经很低调了 他参演的很多作品几乎都是秘密拍摄的 不会轻易且频繁地被曝光露透 他自己更不会借机操作 王一博也很少会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综艺节目 这两年他一直坚持常驻的应该只有 这就是街舞 参加这档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真的非常热爱街舞 被蹭热度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但如果还要因此被骂 相信任何一家的粉丝都无法接受 而且如果王一博已经和剧方达成了合作 不论是几番的位置 大家都会绝对尊重 因为在合作之前 双方一定已经达成了协议 粉丝们更关注的就是王一博 在作品中的表现 以及这一段经历对他的帮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